各位觀眾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Jason你覺不覺得自己算是貧窮? 自問吧 大學生而言 其實對於大學生來說 尤其是三大畢業 本身的底薪其實都已經是有 平均來說是14000元 所以大學生其實只要他一出來做事 其實就很難會是貧窮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根據政府2020年貧窮線的門檻 假設一個一人住戶 他的貧窮線是4400元 其實看回只要找一份全職工作 其實對於大學生來說他們是天之嬌子 他們其實是很難會先踏入貧窮線的 所以大學生而言其實幾乎都不會是貧窮 當然有大學失業的問題 但是其實現在香港這麼多 一些不同的工作機會 有很多全職職位都未必請到人呢? 大學生其實很少是會是貧窮的 是不是?算是很消息的 首要考慮不是貧窮的問題 是嫌疑問題的問題 現在香港的年輕人真的是 這個反而是現在很多大學生都很關注的一件事 是 你問我如果你說14000元 不理會你做什麼 我當你做粗重工作總之有14000元 在OT下這樣捱到兩萬元 那簡直可以儲錢讀書了 是不是? 去留學都可以了 假設家裡不用你急著養家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 不能夠說我們算是一個窮的社會 怎麼說呢? 14000元是要立稅的了 應該十多萬要立稅的好像 但是 雖然立稅很少 名義上呢 香港就是一個很富裕的城市 香港的人均的生產總值呢 其實是居於全球頭十位的 人均 什麼人均? 這麼厲害的數字 表面上就好像很棒 但是實質上是不是這樣呢? 香港也都很諷刺地是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 最近有一堆數字 你介紹一下 原來我們四個人有一個是窮人 其實是很驚人的 很驚人的 什麼堅尼系數的那些 但是我們總之就是有一堆資料 勞煩你解說一下 我們才繼續討論 這堆資料 何為之貧窮呢?何為之什麼呢? 這堆東西 還有這個報告是在講什麼事呢? 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研究報告 這是在講去年的事的 所以今年怎麼呢? 就沒有報告 是吧? 看到很誇張的情況 你介紹一下 是的 其實我們偉大的香港政府 每年都會公佈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約莫就是在11月公佈的 每年都 在11月公佈前一年的數字 在11月 現在已經在11月中了 政府就公佈了2020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報告就指出了 香港的貧窮人口 就是一人住戶貧窮市是4400元 二人住戶其實是9500元 三人住戶就是16000元等等 香港其實有超過700萬 都可能現在已經有800萬人 當中是有165.3萬人是身於貧窮線以下的 佔香港總人口百分比的23.6% 這種情況 很多人在中環區滿土牆壁的那一款 或者伸光頸 或者一步入職場 就可以有兩三萬 相信是很難去想像的 所謂的貧窮市是怎樣的呢 一人住戶是4400元 兩人住戶是9500元 或者三人住戶是16000元 這些數字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是在政策介入 即扶貧政策介入前 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本 如果低於這個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 即是我們統計學生的四分一下位數 即是lower quarter 這樣就為之是貧窮線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一個這麼富裕的社會下 竟然有23.6%的人口 是在貧窮線以下 其實數字上就很吃 很令人驚訝的 而以上的數字呢 其實也是創了11年來的新高 看回了 數字呢 第一年的統計 2009年的統計呢 那就是有134.8萬的貧窮人口 佔當時的總人口的20.6% 接著呢 去到2017年呢 就升至137.7萬 但是都只有20.1%而已 但是呢 今年呢 貧窮人口竟然是達到165.3萬 是達到23.6%的數字 那不論是在百分比 還是在總貧窮人口的數量裏面呢 都是創作新高的 啊 聽你這麼說 其實這個貧窮線可以是浮動的 是不是 就是相對的 是的 是的 相對的 它其實是根據每月住戶收入計算出來的 那都是一個很合理的 都對的 但是就不是說 喂 你是基本支出啊等等 起碼吃到飯啊 搭到車啊 就是不是一條這樣的固定的線 是的 因為都其實有通貨膨脹的 其實看回了 一人住會要在4400元下要生活呢 那其實就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來的 是 但是四個人就好像比較容易的 是否這樣理解呢 不過我又不知道他這些包不包交租啊那些東西呢 就是你問我一個人 一個人自己我反而是用不到的4400元 是的 或者是如果四個人應該更加節省 就是那些飲食啊那些可能是一起吃東西就會節省了 住東西一起share了 那可能人多呢 就是四人家庭呢 好像是不錯的 如果你四人家庭有兩萬元 是不是這樣說 很多人未必找到兩萬元 找不到又怎樣 那些叫做貧窮 我再積貧窮 是吧 是的 是的 那其實是 是的 有些叫做再積貧窮的 那當然其實 踏入了貧窮線的人口 其實很多人都是 建基於一個問題就是失業啦 失業其實是導致很多人 是貧窮線的一個關鍵因素 哦 哦 如果這樣說 就是一失業就變成跌了下去啦 但是如果經濟完全恢復呢 那就 Supposed 會少了很多人貧窮啦 是吧 那他這個整個說法 就是 我就這樣看來啦 我沒有細心研究 不懂研究數據的人看來啦 那他有件事很有趣的 他一派 去年因為派了一萬呢 那本來是 那麼嚴重的貧窮問題呢 突然間就遠遠就是輕了 就是由165萬變成50多萬而已 那就是究竟這個是 你問我 我不認識的人來說 這個不是變成了數字遊戲 在這裡玩了 變成554萬 變成7.9 即8%貧窮人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我想一般人最難理解就是 究竟他玩了什麼的數字遊戲 所以我們的題目都質問 究竟這個是什麼的一個concept 會這麼簡單 每人派一晚就突然間 解決了貧窮問題 好像是吧 直接解決了貧窮問題 應該是兩回事 這個遊戲是怎麼玩的呢? 這個數字遊戲 基本上是怎麼來的? 那看回其實為什麼政府要出這份 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呢? 其實並不是香港政府特別關注 有關貧窮問題 當然它可以說自己關注 但是香港的貧窮問題 一向都這麼嚴重 而竟然這麼多年來 都差不多有兩成貧窮人口 那香港政府究竟有沒有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呢? 大家其實心裡有數的 但是它是個關鍵就在於 香港政府為了顯示自己 是有去幫那些貧窮人口呢? 它在每一年的報告 都很強調呢? 在貧窮人口其實是 他們有政策幫助之後 會脫離貧窮線的 就以第一年的報告 2009年的報告呢? 當時有134.8萬的貧窮人口呢? 他們在政策介入前 即是他們不計他們任何政府政策 政策介入前是有20.6% 是身為貧窮市下的 那麼接受了政府的政策給一個例子 例如綜合援助之後呢 這樣就降到64.4萬 只剩下9.9% 那麼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了 政府一直以來 由2009年去到2019年 一個十一份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呢? 所謂的政策介入呢? 只是計算行償現金政策 也就是三果金和綜合援助 即是呢 直接派錢給貧窮戶 才是計算在內的 但是呢 今年呢 政府不知道是不是想 拆領的數字呢? 很鬼祟地呢 就將呢 政策呢 加上非行償現金項目 以及 需要經濟審查的非現金福利 什麼意思呢? 2020年大家都很開心的 就是一人有1萬元 計算下去 這方面的所謂的 扶貧政策 而呢 你去申請公屋 或者甚至住在公屋呢 都是計算在內的 因為它是需經濟審查的 非現金福利 換言之呢 今年的數字呢 就非常漂亮了 原本有165.3萬的貧窮人口 經過政府偉大的扶貧政策之後呢 降了100萬 只剩下55.4萬而已 這樣呢 跌到7.9% 可以看到政府就 好像是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這個其實計算了很多 以往根本就沒有計算到的政策 那實質上呢 就是玩數字遊戲 比如呢 定義上的 比如以往 我只是給你的錢給你花 那你很容易理解啊 我有多少錢一般人 那你去理解吧 那不是 那些租啊 那些突然間 生過金津貼加了啊 說今年好環境 減了你這件減了你那件 那些全部計算是你的要求 那你突然間多了很多錢 那樣好像是吧 那這些可能是每個人都有的嘛 派錢這些 那你不能夠當是 就是派錢人人有就變成平衡了 究竟貧富的問題嘛 但是這些應該不算進去的 你實質 就是叫做增長了利益的嘛 那全部都計算下去 所以呢 就令到它突然間呢 喂 如果再玩數字遊戲 沒有貧窮人流都可以啦 如果你用大陸來講 我們少於一千塊就是啦 那每個人都不只一千塊啦 怎麼算都這樣就零了 還是全部富裕一邊啦 那這些這樣 你覺得是不是一個方法來解決香港 我們富裕社會 你說真是餓死人了 沒有了很久的事情啦 就是說窮到要去吃二手飯呢 都是董建華時代出現過啦 近年就是這兩年那麼差 都沒有沙士之後那種這樣的沙士前後 那種這樣的貧窮情況 那麼問題我們縱然如此 那麼未來這幾年近來的氣氛就覺得我們經濟會倒退啊 貧窮問題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啦 永遠會出現就是我們 我那張圖後面的那個 執子、紙皮這些現象還是存在著啦 那麼如果有這些現象 我們一般的感覺就是香港很窮啦 但是它現在的數字 你弄出來就是沒有遲的啦 如果這樣就可以了 那那些事很簡單 拆一萬就永遠不會有貧窮問題 那整套東西你要評論一下啦 就是你很容易就踢爆那些統計學上的小伎倆 都不是統計 都不是統計的 只是它硬將定義這樣 改變定義 用改變定義來改變貧窮這個問題 是 但是實際上算不算 當然不算啦 那你會怎麼評價香港整個經濟 和貧窮問題的關係呢 那你應該都有一定的看法 就是產業的問題 首先先不說產業 首先說了政府這一份所謂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它為什麼要無端端將這個定義突然改變了呢 其實原因都很明顯了 如果它不將定義這樣改變呢 肯定經這個政策界入口的貧窮人口 很可能是會突破了2017年67.1萬 9.8和2009年9.9%的兩個 在百分比和人口上的新的最高點 很可能是可能做了七八十萬的貧窮人口 這個數據這樣做出來呢 對香港政府來說其實是頗為尷尬的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呢 為了遮醜呢 就將派一萬元呢 都放在貧窮扶貧政策上了 但是呢 究竟派一萬元 能否叫做一個扶貧政策呢 其實是不合理也不合邏輯的 扶貧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不是派錢就可以解決得到的 那其實在香港第一個提出要派錢的立法會 立法會議員 那就是我們中大師兄 羅長哥 第一屆的中大學生會會長來的 是的 這個我當時有份和他一起讀的建議來的 是的 當時沒有人聽 派錢呢 其實是一件很簡單的政策來的 很容易就派到的了 要派就派到 隨時派就派到 庫房沒有赤字都派到 怎麼都是得了的 但是 究竟要令到那些人不去貧窮 究竟是不是靠派錢可以解決得到的呢 那就很明顯不是的 那所以有句話呢 叫授之以餘 不如授之以餘 就是呢 與其給人一條魚 不如教他怎樣去捕魚 貧窮很多時候是結構性的問題來的 如果只是單純派一萬元呢 不但不是一個政策上面的 不能夠被視為一種扶貧政策 而且政府又會不會跟著 每年都繼續派一萬元 好像澳門那樣呢 如果不會的話呢 其實這個所謂的扶貧政策 但是 下年可能沒有了這個非恆常現金項目 那又是一樣會跌下去 又是一樣會升的 所以其實根本就毫無意識 只是在現在這一刻 表面上包裝到好像跌了的數字 但是其實明眼的 看一看細節 所謂魔鬼再細節 看到原來是涵蓋了這個非恆常現金項目 還有需要經濟審查的非恆常現金複利呢 整件事已經是非常之一目了然的了 但是究竟香港為什麼會 就算不講這份這樣的所謂報告呢 其實香港這麼多年來 為什麼都會有這麼高的貧窮率呢 就是看回一直都是兩成 而且現在開始升級 其實這件事不是建基於香港本身的經濟發展 或者文化等等這些問題那麼簡單 而在香港的產業上面呢 其實是跟其他在東亞的地區很不同的 如果各位聽眾是有留意台灣那邊的政治 或者台灣那邊的社會情況 應該就知道台灣其實是經常停電的 停電的原因是因為台灣其實電費是非常之便宜的 我覺得電費便宜到那些人是會不斷開著電 是都不覺得是一回事 跟香港電費經常都加的 是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對比 那為什麼台灣的電費會這麼便宜呢 就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台灣因為它是中華民國 它中華民國它作為當時它認為自己是老長小長 他們認為尤其是老長認為是中華正統 所以它當作為一個中國來管 既然是這樣呢 它仍然會當一個中國應該要有工業 應該要有科技等等 所以就發展了很多的工廠 工業等等 或者創科等等 所以我們看到了 現在台灣可以出道台積電 其實是由老長小長我一個年代的工業基礎 工業之後有這個叫做工業完了之後 就是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就會有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然後就由工業去發展為服務業 這些東西其實全部都是建基於建設的 後面是日本的其中一座橋叫清水橋 那為什麼會用橋來作為例子呢 其實大家應該都如果有聽過 台灣是有所謂的十大建設的 那什麼叫做十大建設 70年代已經說了 是的 十大建設 那十大建設其實包括中正國際機場 台中港 蘇澳港 中山高速公路 電氣鐵路 北煤鐵路 大連鋼廠 中國造船廠 石油化學工業和核電廠 其實這類這樣的建設每一樣都是針對台灣的工業發展而成的 在一種這樣的環境之下 由於那些人全部都是通過自己的能力 或者自己的勞動力 或者自己的創意去嘗試去賺錢的話 其實只要每一個人都在那裡付出勞動力 其實就不會有那麼多有關貧富懸殊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人都其實是靠著他本身 不論你是落手落腳去做事 不論你是去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這樣的設計 諸如此類 那你都是至少可以有一個頗為體面的生活 這樣以一個建設為主的一個經濟體 貧富懸殊的問題是相對地沒有那麼嚴重的 留意我不是說以建設為主的經濟體 就一定沒有貧富懸殊 都會有的 但是不會那麼嚴重 但是香港跟台灣的情況就完全是 大商徑庭是完全不同的 看回香港其實自中國改革開放 改開政策之後 工廠不想製造業萎縮 所以其實香港在我就開始已經跟台灣走了一條很不同的路了 那香港接著是做什麼呢 香港接著其實就是做了兼客了 就是肩負著向中國和西方世界之間的橋樑 西方世界的資金要進去中國投資 很多時候都要經香港作為一個中間人 這樣這個中間人其實有句話叫做 不做中、不做補、不做梅隱三代好 只要雙方有衝突的時候 中間人就會當罪 這樣就是現在香港最危險的情況 是的 但是我們先不要走得那麼遠 其實在學術裏面 其實建設的相反就是尋租 什麼叫做尋租呢 尋租就是所謂的 例如我去幫人打官司 官司贏了 不論誰贏呢 其實對社會整體的利益 是不會有任何的增長的 相反如果我把我的精力去想如何建造橋 我建造橋了 大家都會賺多錢 例如我建了一個橋 建了一個港珠澳大橋 然後大家的物流 貨物可以運得更遠 運得更有效率 大家都會賺多了 所以工程師和律師就可以理解為 一族最完全百分百的建設和百分百的尋租 看看香港究竟有什麼產業呢 香港其實有所謂的四大產業 所謂的四大支柱產業 意思就是金融服務業 旅遊業 貿易及物流業 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 其實四者裏面最明顯最尋租的就是這個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 當然包括律師 金融服務業 當然它都是一樣 它對於其他的行業可能有的許多幫助 可能在貸款上面有少許幫助 但問題都是以尋租為主的 而旅遊以至貿易及物流 也很明顯都是基於尋租的 因為它其實實質上都是在中間 而它是沒有任何直接上面的建設的 正因如此 現在的律師為例 其實它自己賺得最多 而雙方只是兩方都是損失了錢 去給律師 這樣 尋租業做得多 或者全部都是靠服務 靠關係的話 而不是靠直接的勞動力和自己的腦袋去進行生產 而是靠關係的話 有關係的人就會特別容易賺到錢 而沒有關係的人 賺錢就會非常困難 所以香港又有一句俗語叫 識人好過識字的 在這樣的惡劣情況之下 很不幸地 如果大家在社會裏面是最不識人的 或者是一些弱勢社群的沒有關係的話 在香港一個尋租業的社會裏 賺錢其實就很艱難的 相反 如果是識人的話 賺錢就變得非常容易 在這種經濟的狀況之下 但是長期有20%的人是生活在貧窮市之下 在香港缺乏工業生產的機會之下 其實是非常正常的一回事 對於現在整個香港社會還有移民和人財外流的問題 當然有些職位可能會被一些原本是貧窮人口 或者失業人口去拿了 改善到他們的生活 但是很遺憾了 香港大部分的職位 由於他們都是需要專門的知識 例如金融業 或者一些貿易及物流 或者工商業支援等等 你可能要有些專業才可以去做的 對於貧窮人口來說 就算現在很多職位請不到人 他們都未必因為無法勝任 而他們繼續會失業 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之下 很容易會導致整個社會都變得非常絕望 今天袁國勇就說移民 就說不應該因動亂而放棄香港 袁國勇其實絕對是一位君子來的 但是我認為他自己認為不是不開心就要走 但是我想他想得太簡單 也想得太離地了 我想其實很多人不是因為開心不開心的問題 而是生存十分很有問題 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 如果他能夠在外國生活的話 其實尤其是現在移民條件 放寬了這麼多 其實外國的生活 比香港好那麼多 留在香港其實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很多人都是有一個大問號 其實如果那些人不肯留在香港 人才慢慢流失 究竟香港這個四大支柱產業 還可以支撐多久呢? 我覺得這件事是各方都應該要去反思的 好 相當齊整的一個論述 也很有啟發性 即是偷派錢 常識我都知道 是一定不可能解決那個貧窮問題 是吧? 反而我們怎樣帶回這四大支柱呢? 最好加一些製造業 完全平衡了所有事情 整個社會的氣氛起了 當然是民主自由要改善了 那些年輕人可能就沒有那麼容易走 我看你什麼支柱都好 最緊要是有人才能做到的 是吧? 如果那些人走了 那你還怎樣? 什麼政策都搞不定了 你就只能夠 你既是扶不到貧 只能夠一路派錢派完為止 是吧? 就是要沒有改善表面 改善貧窮問題 就是只是靠這個 一美靠派錢去衝撐著表面的場面 是不是這樣理解呢? 你又怎樣run up它呢? 就是今天我們講的東西 你覺得總結來說是應該怎樣理解呢? 嗯 其實我自己看這叫做12年的貧窮情況報告 它所揭示出來的問題 以致今年更加需要無故改善這個政策的定義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由曾蔭權政府 梁振英政府 到現在林鄭月娥政府 其實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的一些候選人說 我們要做民生 民生 要處理民生問題 但是其實不要說民主 不要說制度的問題 但是在民生議題上面 所謂的現在的香港政府 究竟交不交到功課呢? 其實為什麼永遠都還是會有這麼多的貧窮人口呢? 其實所謂政策介入前的貧窮人口這件事情 它好像有扶貧政策就可以解決到 但是其實如果政策介入前這麼多貧窮人口 是不是應該要從根源做起 去了解一下究竟會不會有經濟體上面出了問題呢? 就是剛才說到四大支柱產業 四大支柱產業 其實是佔了香港整個經濟的六成 六成其實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假設一個人一個月賺一萬元 它其實有六千元都是來自於這類這樣的工作 這類這樣的產業所帶來的利潤的 其實都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就是吃飯其實有六成都是來自這類的尋租類產業的 在一個尋租類產業是完全佔有一個主導性地位之下呢? 其實正如剛才都提起過 不做中 不做保 不做梅隱三代好 很老實說 所謂的四大產業其實就是又是中間人 又是保證人 又是梅隱 香港就是中國和西方社會的梅隱 其實梅隱如果很不幸地兩方有衝突的話 梅隱兩方都會打的 或者結了婚 或者找了另一個梅隱 那就不需要你了 是吧? 是 這個又是 第二個中間人 是的 所以香港的北限 其實有很多人認為是制度的問題 但是其實制度本身建基於經濟政策 或者經濟本身和制度 或者經濟都是一個很默默 經濟和政府的運作方式等等 其實是默不可分 因為有錢才可以支撐到政府的 有資源才可以支撐到政府 所以這方面的問題 我想很多人都應該要去正視 嗯 好 那我們今天 算是有個另類的分析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得到一些啟示 個人來說沒辦法了 我們有儲備 必要時就派 起碼表面好像我們不是太窮 整個社會來說 在一個不幸中之態 做為香港的國際形象面致是有些用的 但是怎麼都要搞定我們 我這裏身後這個阿婆在撿紙皮 這些這樣的現象 他們似乎好像不介意的 當官的人 我就看到 你想想外面的媒體最喜歡拍這些鏡頭 為什麼不解決這些鏡頭呢 不明白的 有時我們 可能這個香港特色是這樣 好 那我們都不少時間了 今集就先玩這麼多 好嗎 好 就趕著這麼多先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